我們的CL327A,它是一個訊號輸出裝置 成功校正器 它現在我們設定它是輸出10個mini-A 那我們旁邊這三張電表呢 是證明說我們現在輸出到電表之後呢 量出來是9.998的mini-A 好,那因為電表對於DC直流電流的解析度比較好 所以我們可以證明說 它這DC直流電是穩定的 而且非常接近10個mini-A 那現在我們使用兩個勾表來做量 分別是泰林公司的那個DCN043 跟YULID的那個21B 好,那在開始的時候呢 都要針對環境做一個歸零 譬如說現在我們的DCN043 它現在量起來的話是負的0.6A 那我們就按D囉 把它做環境電廠的一個修正 變成00 那對於YULID的勾表我們也一樣 做學,現在兩個都會0 都會有點幅度跳是正常的 那DC直流電的話 因為它有電力的方向性 所以說 正電一定從那個正面進去 然後從後面出來 那因為我們是從那個 CL327AA輸出的 所以紅色線的話 要從上面進去 然後從下面進來 這個也是一樣 這樣來做量測 那因為勾部設計的關係 當電線進來的時候 兩指之間的一個基本的差異就出來了 電線的話 它一定要在線路的那個勾過正中間 它量起來的值才會準確 大概這個量起來的話 誤差大概是在 3個MINI-A左右 我們量出來的話 是 大概0.007 那YULID的也一樣 我們把它勾在正中間 這個誤差可能就 會稍微略大一點 它的誤差大概是在 7個MINI-A左右 一個大概是差0.3 一個大概是高了7個MINI-A 這是GOGAL的差異性